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这里继续跟Gordon谈一谈他们的市场策略 Gordon知道你们公司已经进军了 除了香港之外有泰国、越南、内地 其实在进军市场方面 你们公司的业务前中后期有什么计划或考虑呢 是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集中在香港做 及后我们发现 因为做LAP 始终是Labor Intensive的工作 所以我们慢慢在东南亚 泰国就发展了第一个东南亚的HUB 去专质处理东南亚样本 因为其实检测来说 对于不同的市场的价钱 亦都是相当Price sensitive 透过我们在泰国的LAP 我们成功将价钱压低到大概30% 将成本压低 透过这件事我们就和泰国的政府进入他的医疗系统 进入他的医保系统 其实这个当初前前后后是发展了很长的时间 由我们两年前去决定进军泰国 我们开始摸索 当地有没有一些BioTech的计划呢 其实我们透过和HKTDC的一个系统 因为他们当地泰国也有一个分布 也有我们某法局在泰国的办公室的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就系统到一个叫BOI的计划 其实泰国政府当地为BioTech的初创提供的税务的优惠 或者是一些进来的时候的一些优惠等等 透过这个计划呢 其实我们就成立到一个公司 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利益在那里 然后后续就是我们去建立当地的团队 去建立自己的LAP 其实建立那个LAP也是相当的困难 因为当地的LICENSE等等我们都不熟 也都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然后我们透过和当地大学的一些合作 还有现在除了曼谷之外还有他们 例如清邁、清来等等的一些外府合作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的一些药厂的一些Network 因为我们对于药厂的合作 其实在越南、在菲律宾、印尼等等 都是有继续做的 我们就将当地的一些样本集中去泰国做 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那各地的需求方面又是怎样呢 刚才你提到泰国市场其实要压价 那你们的成本或者收入的考虑又是怎样权衡 是的 其实我们当初这个我们也有想过 会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价值 但是因为我们衡量过之后 因为泰国当地做第一成本低 第二我们有一些成熟一点的技术 是会转移到泰国做的 那变成我们香港这边 其实有一些样本都可以传到那边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香港也有一个空间去调整那个价格 去做不同的操作 而泰国我们一开始 其实第一年的时间 都是一个很慢慢的变化的趋势 但是去到今年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跃升 亦都是我们和我们初初的投资额 已经是差不多到break even的界限 是的 那在其他地区 例如越南或者内地方面是怎样的呢 那现在目前那个 营运的情况 那个客户量 或者用户量又是怎样的呢 嗯 其实越南我们就在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 因为我们其实越南那个 注册比泰国更加困难 是的 因为越南 其实一开始它是不准它 对于100%的外资去进去 哦 但是我们都花了一段时间 去跟当局的沟通 那而他们对于基因啊 遗传啊 这一类的测试是比较敏感的 是 为什么呢 是 因为始终这件事 当地比较新 就算它提供一些 叫做吸引外资的计划 很多时候都是focus在厂 制造业那方面 对于我们这一类Biotech的初厂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很新 是的 所以在前期的准备 其实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跟当局不断重新 那为什么你们要进去呢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一个potential 是 因为越南的人口 第一是多的 第二个cancer的患者也多 第三就是我们看到它 其实当地的社保 医保系统是相对成熟的 就是比起例如 东南亚 印尼 菲律宾 这些会比较是 全部都是selffinance的那样的 但是越南是相对成熟的 那第四就是总流科 药物我们看到是 其实他们是相对delay的 那为什么delay 还要进去呢 那其实就是正正就是 因为本身第一个竞争没有那么大 我们希望就是进去之后 可以将我们香港人的技术 就是冲出香港去到那里 然后再establish 反而由我们去教当地的人 怎样做这一类型的測試 那各地的客户量又是怎样呢 那个业绩 我们其实暂时来说 香港还是领先的 因为都是我们的基地 是的 香港都佔我们整个group 超过六成的生意 另外泰国就大概三四成 越南刚刚起步 因为正正这个covid 我们就未有太大的动作 也未正式去请个team回来做太多事情 暂时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而国内呢 我们也是刚刚在 其实年初 在毛石才成立那份公司 国内竞争都大了 是的 没错 因为国内其实 说真的 国内的基因检测公司 玩玩都过千家 是的 亦都有很多大的公司 这个都很难 华带 盐石 这些是很大的公司 是的 那我们为何要进去呢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业务 就不是在基因检测 我们会做更多是telemedicine 还有刚才说到一些 我们医院的业务 那我们会在各方面 会着力多一点 所以和政府 和大学 和药厂的合作 还有保险公司 四大类 就会是国内的focus 是 那刚才听到 其实你们公司 都很紧张一些partnership的关系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伙伴 去帮你去开通你们的业务 那在你们创业早期 已经是火拍了一间 就是美国的初创公司 又是生物科的初创公司合作 那其实你们怎样去建立这些人物呢 就是除了一些机构帮助你们 相信你们的团队 应该有相关的人物才可以发展到 那其实是怎样一回事呢 那其实Garden Health 就是我们当初成立初期 和美国的合作 其实当初是经科学员的 一个介绍会去认识的 那大家就一拍即合 就合作了 其实现在都合作了五年 那我们其实也是Garden Health 是亚洲区最大的代理 也都供应他们最大的 的样本量 那他们的试试也都近期 刚刚拿了FDA的批准 是 那其实也都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是 而我们也都作为后来者 在他们那里学了很多 关于做GEN检测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那个销售的方法 是 也都帮助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 更多spectrum的试试 是 那之后那些合作呢 是 那其实我们跟他们 除了说我们代理的测试之外 是 一些临床研究也有合作的 那他们本身这个试试 会支持很多三期的临床研究 也有的 例如新加坡的研究 或者是香港的研究 也有的 那我们都会支持的 这些东西 那其他公司 或者就是药厂 或者医疗机构 那些就是你们自己去主动的 是的 是的 那反而 就是人脈上 是 当然会靠 我们叫做Ecosystem 是 有政府 有科研 有业界 是 某法局 等等的不同的 机构去支援 是 但是 但是最后很靠的 都是我们如何去行动 是 这一部分 是 那我们这集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谈